Q版娃娃效应 Q版娃娃效应是发展心理学中使用的一个术语 源于行为学研究 帮助解释孩子的身体特征 例如家常的额头和圆润的脸 这样会激励婴儿的看护人照顾他们 为了讨人喜欢 我们会把孩子甚至成人化成Q版 不同物种的婴儿皆有Q版娃娃现象 比起成年者更具有圆润的脸部特征 使他们看起来更可爱 而引起照顾者的注意 1943年 Lorenz提出婴儿天生可爱的特征 是增加个体生存机会的预示婴特征 以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的可能性